過年大家要吃年糕 年糕的花樣也是越來越多了 昨天在我們的韜晉美味當中有看到 有這個糕餅業者呢 花了腦筋做出來起司年糕 今天在高雄有另外一間 已經有30年歷史的麵包店呢 他們所做出來的牛奶年糕賣得相當好 那首先我們就是先把蛋加入 新鮮的蛋黃倒入紅砂糖 再加上濃縮牛奶再用中速打發 30年的老店因為5年前 客人要求想要有一種 不用蒸很久的年糕 於是呂師傅突發奇想 把年糕跟西點中常用的牛奶做結合 再放入烤箱烘烤 經過一年的試驗 牛奶年糕推出的第一年 就賣出一千個好成績 傳統下去敗敗就說他準備了 他糕麵為止 所以說我不會把那個糕麵改掉 一定同樣是用糕麵為止 加一些像鮮奶類 要創新又要不失傳統的口味 就像老店經營了30年 現在交棒給也是學烘焙的兒子 但還是有一些傳統必須堅持 他有跟我說過就是說 不管再怎麼辛苦 那就是不要去偷無料 就是不要去為了賺錢 然後去偷那些無料 切開牛奶年糕 牛奶的香味撲鼻而來 看得到紅豆粒粒分明 年糕本身Q嫩有彈性 還吃得到傳統的糯米香味 未來小老闆還要將老店推銷到外縣市 牛奶年糕要用來吸引不吃年糕的年輕人 撲直的店面 老師傅的好手藝 30年的口味將繼續飄向千里 中天新聞王家慶 徐惠文 高雄 採訪報導 不拜託 小沙阿 by bwd6